美国研究机构发布报告呼吁美国与中国进行巧竞争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两家著名研究机构 12日发布联合报告呼吁美国与中国进行巧竞争 报告作者说 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政府的措施有效的引起了中国的注意 但是仅仅把中国顶回去不是一项战略 报告的作者说 美国必须正确评估中国的威胁 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而美国目前针对中国威胁的做法 令人感到有一种政治海啸气氛 美国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叠戈 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 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星期二发表题为修正方向 找到有效和持久的对华战略说 美中关系正走在碰撞的道路上 美中几十年来建立起的善意的基础正迅速分崩离析 特朗普政府有理由对中国的各种行动采取反击措施 将其顶回去 但是仅仅把它顶回去并不是一项战略 美国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 报告认为 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 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全球经济体系 和平与稳定的亚太地区 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政治和经济秩序 以及与中国的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报告说 要达到这几个目的 美国必须学会与中国巧竞争 从2017年开始 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21世纪中国中心 召集了十几位美国著名的中国专家 组成专家小组 对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 星期二的报告是该专家小组的第二份报告 专家小组的共同主席 亚洲协会主席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说 巧竞争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出现侵犯动作 不公平行为和不遵守承诺的时候 对中国做出更加强硬的回应 但是同时在双方享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敞开合作的大门 报告还说 巧竞争还意味着美国在毫不妥协的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 也要注意不要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 在中国合法的经济和安全目标的对立面 报告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利益以及外交能力的增长 中国的国际角色在扩大是自然的 美国试图反对中国的影响力既不是我们想要的也是不可行的 报告认为 美国的政策目标是提供美国的领导力 最大限度的让中国有机会对全球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使之造福于中美以及全球的其他地方 报告说 随着习近平推行个人独裁统治 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值得信任的伙伴 而且习近平的做法也让美中寻求共同利益更加困难 不过 报告也说 特朗普政府低估了美国两个重要的优势 美国的盟友体系和全球多边机制 报告说 中国最近的许多动作确实需要美国采取强硬的回应 并坚持公平和互惠 对美国来说 反映过度或是反映不足都会给美国带来损失 报告说 正确评估中国威胁 并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 同时不破坏美国体制的活力 美国的盟友结构 以及美国的经济健康是美国面临的非常重要的挑战 报告的作者之一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 加州大学圣迭戈 分校谢树立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树立 星期二在报告的发布会上说 美国政界对中国威胁的反应有点像政治海啸 这令他担忧 他说 我感觉针对中国威胁 华盛顿形成了一种政治海啸的气氛 不仅仅是中国的影响力问题 而是所有方面 所有领域 特别是在国会山 反间谍的努力太巨大了 我们知道这里确实有问题 知识产权盗窃和经济间谍 中国政府用了很多非官方的手段 但这里有相当大的风险 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 这会让人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人以及华裔产生怀疑 美国对中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担忧 有议员建议 既然美国无法区分来美国学习的学生 是真的学习还是来盗取技术 干脆切断这样的联系 去年10月 特朗普总统的顾问斯蒂芬米勒 曾经向总统建议 停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 谢书利说 在报告发布之前 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与美国国会议员见面 向议员们转达了报告的信息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香港容许两岸政府单次引渡疑犯 先忧虑中国滥用修例声浪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3日 法国广播电台报道 由于两地法治差异 中国内地和香港研究 近20年仍未能达成引渡逃犯协议 但港府突然提议修例 容许中国和台湾等地 向香港要求一次性移交逃犯的申请 而批准权力亦由立法会转给特首和法庭 有民主派议员和学者及人权组织反对建议 忧虑中国滥用修例 特首和法庭未必能抵挡北京政府压力 把港人移交内地 权力难受保障 十分危险 而由中国虎口逃生的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更表示 修例不但令他可能面对被移送的风险 其他批评者亦可能因此面临被北京 以其他罪名包装政治检控 而要求港府移交的命运 不过在立法会占有六成一席的建制派议员 对港府修例多表支持 修例元启 是一名香港男子去年在台湾涉嫌谋杀女友后逃返香港 但港台两地并无移交逃犯协议 以致香港警方一直未有按台湾要求把一份资料送交台湾 以便对方做出检控 建制派的民建 连着12日午在修订草案提交立法会后与死者家属召开记者会 死者母亲哭诉 希望陈渊得雪 帮女儿讨回公道 促请港府进行司法互助 彰显公益 香港与二三十个司法管辖区签订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议或移交逃犯协议 至于其他未签署协议的司法管辖区则可以一次性个案方式提出移交逃犯请求 由港府交立法会审议 通过即可申请临时拘捕令 然而 涉及上述协议的两条目的法律不适用于香港与中国及其领土的澳门与台湾 保安局左相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 指上述台湾案件凸显条文缺陷 违反公益 建议删除条例限制 令任何司法管辖区均可向港府提出移交逃犯请求 以为修例后 两案三地亦可以一次性个案方式提出刑事法律协助及移交逃犯请求 特首发出许可书后 交法庭决定是否批准 但涉及政治宗教及种族等控罪将不获受理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奇认为 香港不应与司法系统不独立 人权记录差列的中国内地政府签订有关协议 因为难保移交疑犯获得公平审讯 他续称 修例后 被指经常打压政治犯的内地政府随时可以捏造罪名 来向港府提出移交申请 制造更多冤狱 且无从监察令港人如羊入虎口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伊斯兰大国土耳其终于开了批判中国新疆政策的第一枪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3日 德国之声摘编报道 大量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送进所谓在教育营的消息传出后 在西方社会引起一片谴责声浪 而土耳其在此问题上则一直三肩其口 这一点令人费解 毕竟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土耳其一直是新疆维吾尔人为同胞兄弟 并充当维吾尔人的保护伞 法兰克福汇报已安卡拉终于说话了 维提报到了土耳其政府在维吾尔问题上的最新转变 文章写道 周末土耳其外交部首次以明确措辞表明立场 星期六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 众所周知超过100万维吾尔人遭到任意逮捕 他们被关押虐待被强迫接受政治洗脑 声明指责中国从民族宗教以及文化特征上消灭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团体 在21世纪重新启用集中营并实施有系统的同化政策是人类的一大耻辱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安卡拉突然发出如此措辞严厉的声明呢 按照土耳其外交部的说法 这是官方对维吾尔民谣歌手黑伊特死亡传言作出的回应 有关传言称黑伊特因一首歌曲被判处八年监禁 刑期第二年死于狱中 这名歌手死于非命的传言在土耳其社会引起极大反响 无论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还是伊斯兰阵营 包括库尔德人都对这位曾在土耳其演出过的歌手予以高度评价 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主席阿克塞内尔写道 黑伊特的歌声是人类及和平之声 十年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对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提出强烈谴责 称中国在新疆推行种族灭绝政策 作为报复中国曾一度限制土耳其公民入境 直到2017年土耳其总理向中方承诺 在土耳其境内禁止反华集会及批评中国的报道后 双方关系才开始缓解经贸往来也渐趋热络 文章接着写道 对于北京来说 安卡拉突然变调是个棘手的问题 因为中国担心批评声浪会蔓延到其他伊斯兰国家 迄今为止 北京成功阻止了穆斯林国家发出批评声音 去年11月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次 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会议上 50多个穆斯林为主国家 一致在新疆在教育营问题上保持沉默 其中也包括土耳其 去年新疆问题在巴基斯坦国内引发不满后 该国军界领袖甚至倾赴北京请求谅解 稍后大约500名嫁到巴基斯坦的维吾尔妇女被秘密遣返中国 而对于哈萨克斯坦的不满 中国则已准许2000名哈萨克族人离开新疆作为回应 因嫁给巴基斯坦人 而被中国当局关进监狱的维吾尔女性的命运 也引起了新苏黎世报的关注 该报题为嫁给巴基斯坦人 足以让维族女性进监狱的报道 讲述了几名巴基斯坦男子 因维吾尔族妻子在新疆遭到关押 而求助无门的境况 文章写道 古兽如柴光头求医 阿曼说 这就是他一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妻子时的样子 不过 最让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感到困惑的 倒不是妻子外观上的变化 嫁给他已经20多年的妻子 去年8月探监时 言谈突然变得像是中国宣传部的发言人 他只是在不断重复事先背下来的词句 被关押的妻子一直强调 不必为他担心 并极力感谢警察准许这次历时20分钟的会面 现年65岁的阿曼 直到今天仍想不明白的是 妻子当时是按照官方要求照本宣科呢 还是在教育营的洗脑已经在他身上奏效 同其他维吾尔妻子被关进中国在教育营的巴基斯坦男子一道 阿曼等人计划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起抗议活动 但他也认为出于经济利益巴基斯坦政府会对这一问题退避三社 摘一字其他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难民危机如何引发德国社会极端分化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3日 德国之声报道 难民潮让很多欧洲人感到措手不及 但其实一场人道危机的先兆已经十分明显 2015年下 内战国家叙利亚的局势严重激化 加上来自厄利特里亚和伊拉克的难民 当时共有400多万人逃离家园 此外越来越多的北非人选择偷渡地中海前往欧洲 危机突现 面对大批难民涌来 德国政界毫无准备 虽然欧盟已经在讨论如何分配移民的话题 但还未达成妥协 德国的立场是 只有欧盟统一的政策才能应对即将到来的移民大潮 但在2015年的夏天 人们还无法预料到 德国将几乎独自承担难民危机的重负 2015年8月19日 时任德国内政部长德麦奇埃 不得不将当年难民数量的预估上调至80万人 此前预计的难民人数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 几天后 德国移民和难民署反斜杠 就不再对叙利亚难民执行都柏林协议的规定 根据该协议 难民必须在入境欧盟的第一个国家申请避难 德国难民署的这一举措旨在减轻希腊 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负担 我们能做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定的环境里 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8月31日在年度记者会上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经历过筋疲力竭充满恐惧的感觉 默克尔愿意接纳那些经巴尔干路线前来德国的人 他说接纳这些难民是国家的任务 并强调 我们能做到 奥地利和匈牙利开始动用专列向德国运送难民 此时的难民人数虽已相当可观 但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不过德国内政部已经提出了如何安置这些难民的问题 尽管如此 总理府还是决定让难民列车进入德国 毕竟人们当时其实根本也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和理由才能阻挡这些火车 历史性决定 2015年9月4日 周五的晚上 默克尔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主导了德国接下来数年的政治讨论 默克尔正在北威州参加州议会选举的造势活动 这时从奥地利外交部传来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发布的消息 说匈牙利的情况已经失控 1000多名难民徒步踏上了前往奥地利的路途 默克尔同奥地利总理费曼通了电话 费曼不希望在边境出现暴力和驱逐的场面 他向默克尔建议不要阻拦难民 而是在他们入境德国后 由德奥两国以10比1的比例分别接纳 默克尔同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进行了磋商 时任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同意接纳难民 联合政府内的另一个伙伴 鸡舍盟的主席则获费尔 那一天晚上默克尔没能联系上 他第二天才出现 并称默克尔的决定是个错误 一场鸡鸣盟和鸡舍盟两个姊妹党之间 延续数年的争执由此开始 欢迎文化和纵火泄愤 在那一天夜里 人们就意识到 奥尔班爆出的数字比实际要低很多 接下来的周末 约2万难民到达慕尼黑火车总站 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数百名市民向他们欢呼 甚至拥抱这些风尘仆仆的出道者 这些德国欢迎文化的镜头 很快传遍了世界 但在一些德国人热情欢迎的同时 另一些人的敌视和种族主义也日益凸显 据德国联邦刑事局的统计 2015年针对难民收容住所的袭击事件超过1000起 其中有90多起动火案 是上一年的7倍 仅在默克尔做出接收难民决定后的一周里 全德国就发生了8起袭击难民营的事件 至少造成5人受伤 难民上线 在巴伐利亚州执政的基舍盟感觉 在2015年秋天 没有人询问过他们的立场如何 该党警告 如此大量的难民会让德国不堪重负 并提议从次年起设定一个难民上线 在2015年11月的党代会上 基舍盟律会代表正式采纳了这一政策建议 2016年初 这一建议变得具体了 择获费尔主张 每年进入德国的难民数量不能超过20万人 默克尔也参加了那次基舍盟党代会 他拒绝设置上线的建议 而主张寻求一个欧洲解决方案 他在讲话中指出 关闭国门无所作为不是21世纪的解决问题之道 此次大会成为基民盟 基舍盟路线之争的象征性事件 直到2017年底 两党裁就年度接收难民的控制范围达成一致 在18万到20万之间 科隆跨年夜事件 2016年新年夜 发生在科隆的大规模性侵事件 给有关难民和上线的争论火上浇油 除夕之夜 在科隆火车总站前 大量女性受到性骚扰和抢劫 据联邦刑事局发布的数字 有650名女性报案称受到性骚扰 大多数嫌疑人来自北非国家 刑事局的调查统计显示 约一半的嫌疑人是不久前才来到德国的 联邦刑事局局长闽西表示 从这一数字看 这一现象的出现确实与2015年移民大量通路有关 这一事件也在德国掀起了有关遣返难民中的刑事犯罪分子的新一轮讨论 影响深远的一年 2015年11月德国重新开始对叙利亚人实行都柏林协议的规定 但直到2016年初形势才逐渐平复下来 3月多个巴尔干国家对难民关闭了边界 巴尔干路线基本被封堵 默克尔则继续致力于形成欧洲解决方案 他得到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 土耳其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 旨在阻止难民经土耳其无序入境欧洲 此后到达欧洲的移民数量骤减 然而2015年所发生的一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德国选项党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反对2015年的欢迎文化 2016年3月又一名脆主义的选项党 在多个联邦州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创纪录的得票率 两年后该党成为联邦议院第一大反对党 基民盟阵营内部对默克尔的批评声也日渐高涨 默克尔本人也做起了自我批评 他说2015年发生的事不允许重演 但默克尔同时强调 德国如此成功地应对了这一严重的人道主义挑战 人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订阅